既然春月都這麼有難過 我先考你一個問題 這個行銷跟銷售有什麼不一樣 一定我們講題目的行銷嘛 那我先問你 你是行銷高手 到底行銷跟銷售有什麼不一樣 銷售 這兩個有什麼外景 有什麼不一樣 你是做保險銷售嗎 對不對 早期的保險 那你保險你是在做行銷還是做銷售 行銷是 品牌的推廣 對 就是做品牌 銷售成績的 用人員去銷售 Sales 所以你旁邊是一個行銷高手 來 我要問你這個人 有錢 教師 考你他是不是 那行銷跟銷售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剛剛其實就是品牌 那我個人 銷售是 我只是想把東西買的 是從我這個人角度 行銷是以客戶的導向來做的 這個答應更接近一點 來掌聲鼓勵一下 好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明山 明山你的做業務協助 做順多年 那這行銷跟銷售這兩者是什麼 是的 那個行銷就比較廣益的 銷售就比較狹窄一點 剛剛那個 尤先生也講過了 這個是客戶比較導向 但是剛剛教授有提到 行銷專家跟行 跟業務高手有什麼不一樣 行銷專家就是針對他這個 market的這個知識是非常的 豹富了 他非常的懂得說 那銷售高手呢 就是比較 事務性的 比如說 他一個月賣了幾十台的這個車子 這個叫做行銷的高手 那網易的這個行銷就 牽涉到比較是 產銷研發才這方面的 一個整合的資源 那這方面就是可能比較 我們早期是比較直覺的行銷 像我們那個雜貨鏈一樣 那這方面的話 還是以客戶的需求為方向 好 謝謝 謝謝 來 掌聲鼓勵一下 不錯 還要聊一聊 謝謝教授 你覺得這個 你是在做行銷還是 做行銷 就是要讓客人能夠把訂單給我們 那你銷售的話 就是比較難 就是 在大陸的話叫做營銷 所以經營的好的話 那你銷售自然就隨到取程 所以就是從市場面去開發產品 然後再在客戶的立場去 服製服客人 就是怎麼樣 好 謝謝 來 子華 你現在做行銷還是做銷售 我 我努力在往行銷上面走 那 我想行銷跟銷售簡單幾個字來講 行銷我的認知是 它是 讓東西好賣 那銷售是把東西賣好 唉唷 不錯 謝謝 總結一下掌聲鼓勵一下 好 行銷的目的是要消滅掉銷售 極端的說法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 楊老師 同意嗎 同意 同意哦 那宏基的公司 就是你的公司 產品賣不掉 那是哪個狀況 行銷售 顧數那麼多 就是 評價銷售 行銷售的好 iPhone 是排隊 搶購 小米機是搶購 不用銷售 行銷售的好 目的是要消滅掉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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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